另外来看到台中汉口国中田径队在全国赛事夺奖连连 教练苏国展以品德为上的教育理念 执教满10年了获得台中市优秀运动教练奖 有不少学生天天通勤超过一个小时 只为了接受他的指导 日前他也带领学生在全国中等田径锦标赛夺下一赢一同 学生排好队伍依照口令进行热身 一旁教练则是细心指导 他正是今年台中市优秀运动教练苏国展 以前就是选手的身份 然后现在退役来当教练这样 国中就是培养一些品德一个态度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这个阶段如果要求的好 那日后他们在发展各方面都会有不错的成就这样 那我们要求学生就是比如说他的行为啊 他的礼貌对 还有他面对比赛的一些正向的态度 然后再踩出去对 然后你就直接往前走 耐心指导每个动作苏国展任教于汉口国中 过去曾代表台中市参加全运会夺冠 后来营商退役 转任教练满十年 带队理念就是品德态度至上 即便严格任由不少学生 因为信任他的指导甘愿每天通勤超过一个小时 来到汉口就读 苏国展针对每位学生找到合适的项目 调整训练方式 今年更带领学生在全国中等田径锦标赛 夺下800公尺银牌 就带着我们大家都做一些比较基础的东西 然后就去外面帮我们找到许多很多帮忙 然后带我们 汉口国中田径队近年来在全国赛事成为常胜军 包含过去每天通勤两小时上学的强棒周怡新 即便已经升上高中仍然每天回到汉口国中 接受苏教练的指导 也在今年全中井夺下跳远铜牌 当初只是觉得读书不想读书啊 就看到他们中午早上都可以不用升起了 就突然想要来这里练习 就可能我有一个眼神或是态度不对的话 他就可以马上看得出来说 你今天心起不好喔 对啊他有可能他也可以 他有时候也会猜出来说 我到底是哪里心情不好 十年执教生涯 苏国站教练凭着对田径的热爱 将专业授予新声带 带领学生不断超越自我 在赛场上躲下佳击